很多学生提出汉字太难了,好像只学拼音也能应付日常的生活。 那么我们还有必要学汉字吗? 答案是有必要。 虽然拼音接近英文的字母是帮助初学者快速掌握汉字读音的工具, 但是中文里面有太多太多同音或相似读音的字词。 书写上拼音无法区分,而汉字可以做到区分这一点。 比如,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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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比如,一碗,一碗,出生,出生,他们读音相同或相似,一丝可差远了。 相比之下,汉字的笔画多变形态各异,能在汉字数量精简的条件下,尽可能表达最多的意思。 汉字的结构呢,也非常讲究平衡,最能体现中国人为人处事的中庸思想。 这些优点是拼音这个只代表了读音的载体所不可以媲美的。 千百年来,汉字是中华文明没有在历史的长河中消亡的重要原因之一。 无论是基于立国之本,还是民族长存的角度,汉字不可能,也不可以被抛弃。 如果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想通过学习中文来了解中国以及中华民族,建议一定要学好汉字。 只学拼音就像跑车的发动机被拆掉了,没有了核心价值。